我們看這題目 設的θ為銳角 且cosθ等於5分之更號5 是求第一小題 sinθ與tanθ之值 那麼我們先看第一小題 首先 這θ為銳角 那麼在這裡我們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讓θ在這裡 cosθ等於5分之更號5 那麼我們讓斜邊是5 0邊 這是更號5 滿足cosθ 這是5分之更號5的這個條件 那麼這時候 我們計算在對邊的長度 那麼這是更號 5的平方 這是25 減掉在更號5取平方 這是5 所以我們算出 這是等於更號20 那麼這等於 這是2 更號5 因此呢 sinθ 這是斜邊 分之對邊 所以sinθ 這等於5分之2 更號5 這個答案 那麼tanθ 這是0邊 分之對邊 所以tanθ 這是等於 這是等於 根號5 分之2 根號5 所以這答案是等於2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 第二小題 比較θ 與60度的大小 那麼在這裡 sinθ 這是等於5分之2 根號5 那麼經過計算 這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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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0.8944 那麼sin60度 這等於2分之 根號3 那麼我們經過計算 這計算 這計算 即是 這計算 這是0.866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得到 sinθ是大于 sin60度 所以我们答案是 θ是大于 60度 这个答案